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今天我们想一起来研究一下地球的质量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地球的半径又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为了理解这个公式 首先我们得知道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说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相互吸引 它们的引力大小是gm1m2除以r的平方 比如说这有两个天体 天体的质量分别是m1m2 它们之间距离是r 那我们利用这个公式就可以算出二者之间的引力了 其中大计是万有引力常数 万有引力常数是6.67乘以10的-11次方 牛米的平方每千克的平方 那么这个常数并不是牛顿测出来的 而是卡文迪许测出来的 卡文迪许在牛顿死了之后一百多年 才把这个常数测出来 因为这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小 对不对 所以一般的实验不好测 那么卡文迪许是怎么把这个 卡文迪许是怎么把这个常数测出来的 卡文迪许在天花板下面掉了一根非常细的钢丝 这个钢丝调教得非常好 以至于它可以拉起两个很重的千球 而且这个千球还不歪 然后它又用了两个千球去吸引这两个千球 这样在吸引力的作用下 这个丝就会转 就会转动 转动的时候 卡文迪许又在这里放了一块镜子 光线照过来之后反射 一旦这个丝转动一点点 这个反射的光能转动的比较多 所以卡文迪许通过微小形变的放大 把这个很小的常数测出来了 但是这件事发生在牛顿死了之后一百多年 除了这个公式以外 我们还需要知道 人在地球上站立时会受到重力 重力它等于m小g 与人的质量成正比 其中小g叫重力加速度是9.8牛每千克 或者9.8米每二次方秒 那么我们后来认识到 人之所以受到重力 就是因为人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 这个地球 这人在这站着 人跟地球之间距离 其实是到地球重心的距离 也就是地球半径R 于是人们就得出结论 这两个例相等 g乘以地球质量 乘以人的质量 除以地球半径的平方 等于人所受的万有引力 m小g 我们把这里面的两个m约掉 所以就可以得到地球质量了 地球质量就等于 小gR方 再除以万有引力常数大g 那么最早 人们就是通过这个公式 把地球的质量测出来的 这里面小g是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也就是9.8米2次方秒 R是地球半径 地球的半径 地球的半径 现在我们知道地球半径是6.4乘10的6次方 乘10的6次方米 再加上刚才卡文迪曲测出来的万有引力常数 人们就可以知道地球质量 但是问题是 这三个数里面 人们最早知道的是哪一个量 有些同学可能会以为 最早知道的是重力加速度小g 其实不对 人们最早知道的是地球的半径大R 地球半径大R是怎么测量的 古代埃及人就测出来了 这古埃及人在数学方面的知识 非常的丰富 古埃及 现在的埃及也有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叫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和阿斯旺 这两个城市基本上是在一根经线上 基本上是在一根经线上 然后有一天太阳光直射了亚历山大 直射了A城市 因为太阳光接近于平行光 所以太阳光直射亚历山大时 就不能直射阿斯旺 此时我们可以测量 太阳光与阿斯旺的垂直方向 垂直地面方向有一个夹角θ 这个θ就是地球球星的角 这个角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方法 把亚历山大和阿斯旺之间的 这一小段弧的距离算出来 ΔS 所以古埃及人就说 你看我已经知道这个弧长了 我还知道圆形角θ 那么地球的半径R就可以测 地球的半径R根据弧度质算法 就是ΔS除以θ 我们就把地球半径算出来了 地球半径测出来之后 我们还可以测量如重力加速度小g 但是大g迟迟迟测不出来 所以地球质量一直也不知道 直到后来卡文迪曲终于通过实验 把大g测出来了 于是人们就通过这个公式 把地球质量算出来了 地球质量等于6乘10的24千克 地球质量真是大 对不对 好了 我们看一看 因为卡文迪曲把地球 把外游引力常数测出来了 所以人们就可以计算地球质量了 因此卡文迪曲被称为什么人 大家知道吗 卡文迪曲被称为测出地球质量的人 我可以计算地球质量的 我可以计算地球质量的 我可以计算地球质量的